內地7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 較上年同期增長6.5% 較6月份上升0.1% 再創零半年6月份以來的新高 通脹升幅最明顯的是食品 價格按延上漲近1.5% 雖然當局早前說豬肉價格已有輕微回落 但7月份豬肉價格仍然較上年同期上漲56.7% 其次是住屋價格升幅也強勁 按延上漲近6% 租金亦上漲4% 另外水、電燃油價格上漲4.4% 有分析認為 在中央大力收緊貨幣信貸之下 物價仍然持續高企 反映現在的宏觀調控政策 未能有限壓抑通脹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洪欣